7月女团品牌榜,少女时代第七,劳模团TWISE与BLACKPOOP谁赢了? 第十位,Longleads。 老虎梨子作为武林公司旗下的第一个女子组合,一直是以清纯甜蜜美的形象被大家喜爱。 今年上半年也是带着全新音乐作品《回归歌谣界》,其主打曲ZK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,这也是Longleads出道以来的第一个一位,可想对她们的鼓励有多大。 在七月女团品牌榜上也是以第十的成绩入围上位圈。 第九位,Jito。 Q家的怪兽新人女团,不管是超级均衡,颜值和实力超高的成员配置,还是极有中毒Girl Crush风格的出道主打歌,都能看出来方快利用孩子们,想要在五代女团中重整旗鼓的野心。 那么,破了自己记录的Gito,出道极大事,目前活跃在韩国娱乐圈的她们希望能够成为下一个四minute。 第八位,Frank。 第八位,Frank。 她们不许打造的人气和知名度,现在只能走下坡路了。 但是小女友四月的回归,凭借着极具特色的歌舞再次证明了人气并没有下跌,十连关结束把歌的她们在七月十九再次夏日清爽回归,希望一直能够展现清新魅力的她们,能够成为未来的夏日代表女团。 第七位,少女时代。 十年八腿了解一下,作为韩流明信片般存在的女团少女时代,即使在七月没有任何大队活动的情况下,依旧可以七月女团品牌的第七位,和当今的四代大事组合势均力敌。 作为女帝少时,不得不服。 第六位,Mama Mew。 四代团的实力杠八字,Mama Mew也选择在2018的上半年回归,其带有抑郁风情的主打曲Starry Night不仅曲风高级,而且将唱功实力表现得十分完美,真的是喜欢乌里Mamu的高级感,而不是四代烂大街的口水可爱歌。 第五位,Rap About It。 红毛Rap About It作为SM加目前力推的女团,自然在资源上不会有任何的怠慢。 不过成员们也确实各有能力,作为四代的大使之一,五位的红毛成绩保持不错,不过因为是年初回归的,所以前三并没有排进。 第四位,No More Land。 泵迪团No More Land在一月份用力手BBOOMBBOOM挤脑大众,也让自己组合咸鱼翻身,成为火爆女团之一。 这次时隔不久,再次泵迪出现,帮主打取研习个人风格,虽与之前有些相似,但却有着不俗的成绩,说明泡菜网友们是买账的。 第三位,APINK。 APINK。 APINK作为清纯女团,算是引领了四代女团的整体风格,清新的面貌是我们对阿粉对简洁的印象,那么这次转型回归的她们,用Girl Crush风格歌曲I AMSO SICK完美蜕变,小性感加上女性之美,确实三位的品牌排名十至名归。 APINK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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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今,仍在打歌的他们收获了三个一位了,也希望他们在转型的路上再获一次吧。 APINK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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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代老模女团TWICE近日回归歌谣界,一直有着超高人气的兔瓦斯,每一次回归都给我们展现出甜美可爱的一面,这次也同样如此,Dance Night Away主打曲展现出兔瓦斯的夏日魅力,也让粉丝感受到那股夏日清爽之意。 但是可能风格太过单一,加上主打抄袭少时,撞衫等等事情,这次的TWICE成绩并不是非常出众,因缘成绩甚至严重下滑了很多。 第一位——BLACKPINK。 7月品牌榜一位是来自EEK的BLACKPINK,16年出道的他们,作为新人团一直没有给大家很平凡的回归,但是只要是回归,必是精品。 3个月。 在参加UALM Street,超约回归的他们,带着中毒小神曲DD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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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霸气息来,不仅音乐高质量,而且中毒洗脑。 这使得粉末在六七月的歌谣界,不但拿下各种一位,还破了女团史上多个纪录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